哎 不好意思 什么意思呢你 怎么看到我就脱裤子 差不多吧 各位同道大叔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李峰 我的新作是金牛座 用一个表情包来模仿这个新作 你早说了 用一句反话来评价他们 他是坏的 这只想和这个新作成为什么关系 什么关系 什么关系 同学 为什么呢 太过认真 看一看 摩羯座 前颗色哪更容易征服金牛座 都挺容易 两个都想要吗 对两个都想要 金牛座见到喜欢的人会有什么反应 会 害羞 不会那么直接 就是想 想一个别的办法 但是一定 有可能 一直不跟他说话 就是因为 喜欢这个 作为金牛座 初次约会最喜欢做什么 初次约会最喜欢做什么 看心理醉 如果有一堂辣条饺子 廖帆万剑李淳你会选择和谁分享 辣条饺子 跟廖帆吧 想看看他吃 吃完辣条饺子后的反应 有人把你和廖帆比作猫犬组合 分别说一下你们是什么种类的喵和汪 我应该波斯猫 波斯猫 拎着他的双眼 波斯猫 点着他的脚尖 他应该是 金巴狗 他应该是 金巴狗 用四个字评价一下自己的自拍技能 始终如一 如果同时喜欢两个人你会怎么办 逼着自己一定要选一个 男朋友会几十只口红同时掉进水里 你觉得女生会选哪个 男朋友 男朋友可以给他买几十只口红 哪一种朋友觉得让你看了就很想选地 天天去晒出国旅游的那种 说走就走就飞到什么日本 就是那种 是因为见了吗 对 网上统计鲁班是阿雅次数最多的英雄 因为腿短 你有什么想为他证明的吗 我觉得他射得远 射得远 射得远 是在开防枪吗 不是 你现在最大的烦恼是什么 我现在最大的烦恼是接受了这同道大叔的采访 让我那个不知所措 不知所措 早说了 如果让你自己采访李一峰的话 你会问他什么问题 这个有意思啊 我会问 我会问 你喜欢接受什么样的采访 你喜欢接受什么样的采访 我喜欢接受像同道大叔这样有趣又意志类的采访 大家真的觉得金牛座很抠吗 金牛座并不是抠 只是习惯把钱用在导文上 对于喜欢的人 他们其实还是很舍得花钱的 如果是李一峰的话 金牛宝宝们你们还会抠吗 想要好玩 好准 好犀利的新作 就看同道大叔 大家好 我是李一峰 希望大家能够在8月11号进到电影院 观看我最新的电影《心理罪》 想要好玩 好准 好犀利的新作 就看同道大叔 想要好玩 好准 好犀利的新作 好准 好准 想要好玩 好准 好犀利的新作 就看同道大叔 想要好玩 好准 好犀利 嗓门二维码 查看更多不一样的明星VB面哦